难怪杨过一直躲着郭湘 你看郭湘的生父是谁 黄荣心知肚明 总观整部神雕侠侣 除了裘千池 傻瓜 孙婆婆之外 剩下的女性角色都是美女 逃比吃恋仙子李莫愁 她和陆展元在十年前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烈的爱恋 但她到头来仍是洁白如玉的处子之身 在被杨过紧紧抱住之后 李莫愁竟浑身诉软 舍不得对武功不如自己的杨过痛下杀手 李莫愁的徒弟洪林波 也是一位肌肤盛雪的美女 虽然她的姿色不如李莫愁 但也能让我们眼前一亮 此外 活泼跳脱的陆无双 贤贵温柔的成英 秀美豪迈的郭湘 都是一等一的美女 只要杨过愿意 她都可以尽数纳入囊中 可惜 金庸将杨过设定成了一位痴情专义之人 尽管有很多美女对杨过暗送求播 杨过仍是不为所动 杨过甚至还在小龙女失踪的当天 当即和成英路无双一劫进来 杨过此举 彻底断了成英路无双的念想 更让读者们义愤填膺的事 小龙女这么一位冰清玉节的仙女 却被全真教的尹之瓶夺走了真结 当杨过历经了16年的相思之苦 在绝情谷谷底和小龙女久别重逢之时 只有36岁的杨过早已没了往日的风采 已是两病斑白 憔悴不堪 反观小龙女 她羞耻育女 心静多年 做到了扫思扫育 尽管也有40岁 仍是雪服依然 花貌如昨 加上小龙女自小在古墓长大 不安事事的她更显天真 这也是杨龙二人为何误会平生 聚少离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一些读者来说 小龙女固然很美 但却让人喜欢不起来 而且小龙女是金树里唯一丢失真结的女主 以杨过的条件来看 就算她仅有一臂 小龙女依旧配不上她 看到这里 是不是恨不得穿越到金庸笔下的神雕侠侣 化身为杨过 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带动剧情的发展 看过一些网友的评论 他们似乎对一道中民的黄龙情有不忠 如果你是杨过 如何能与风韵不减当年的黄龙发生一些故事 接下来 你就要看一看金宝杜传的神雕外传 或许能满足你天马行空的想象 这一年杨过20岁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画起了大舞小舞的手足香残 却被刁蛮任性的郭福误会 一般争执下来 暴躁的郭福手起见落 硬生生地展露了杨过一条手臂 杨过啊的惨叫一声 然后眼前一黑 什么也不知道了 郭福起初吓得花容失色 但他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急急忙忙喊了黄龙过来 黄龙赶到第一现场之后 迅速点了杨过身上竖出大穴 然后拿了金疮药替杨过包扎 杨过失血较多 一直昏迷 黄龙将杨过安顿在自己的寝室之中 随后黄龙就没微疲 他正在思考如何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原来此时的郭靖不在襄阳城 他跟着襄阳城的安抚 使吕文德朝见皇帝去了 一想到郭靖对杨过事如己出 黄龙更是心乱如麻 他深知 只要靖哥哥得知此事 必定会狠狠地教训郭福一顿 搞不好还会让郭福一臂赔一臂 幸好古时交通不变 郭靖这一去要数天方能回来 杨过次日行转之后 黄龙开始悉心照料 好在杨过年轻力壮 加上黄龙配有黄药师亲传的灵丹妙药 没过几天杨过已无大哀 为了安抚杨过 黄龙买来了好几坛美酒 他带着郭福先给杨过赔罪 然后动之一情 小之一力地和杨过交谈 黄龙巧舌如簧 在他躺一炮弹的攻势之下 杨过很快就缴械投降 他略微激动地说道 郭伯母 福妹斩落我手臂这件事 唯有不对的地方 毕竟我乱说了一些话 玷污了福妹的清白 黄龙趁胜追击 他给杨过倒了满满一碗的美酒 道 郭二 今日与你畅所欲言好不痛快 咱们不醉不归 杨过很好爽地将碗中美酒一饮而尽 一旁的郭福健壮也跟着喝了一碗 夜渐渐深了 但黄龙的寝室中依旧功愁交错 时不时传来几句欢声笑语 或许是因为不胜酒力 或许是因为各自都打开了心结 黄龙 杨过 孤福一番畅饮之下 竟都醉了 杨过睡着之后 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一对白色蝴蝶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地在眼前 翩翩飞舞 杨过看了一会儿 瞧得有趣 喜悦而起 伸出双掌 石洞古墓派的天罗地网室 右掌高档 左手已轻轻抓住了一只白蝶 跟着右掌前探 将另一只白蝶抓住了 片刻之间 只觉双蝶渐温暖 轻轻颤动 杨过生怕伤了蝴蝶 轻轻松手 不敢抓紧 却又怕蝴蝶飞走 仍松松拢住 却不放手 次日上午 杨过率先醒来 他对自己做的这个梦 颇感蹊跷 刚想起事 忽觉自己衣冠不整 而郭福趴在桌上上自背行 自己枕边却躺着另一人 还在睡梦之中 杨过先是大吃一惊 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 杨过脑子急转 他认为事已至此 只能一走了之 随后杨过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襄阳城 他钻入一处运林 勃育了一头大雕 最后在雕兄的指引下 来到了独孤求败的剑中 学会了大乔不公的玄铁剑法 十月之后 襄阳城内传来一阵 鹰孩的体酷之声 原来黄龙产下一女 取名为郭湘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小龙女 明明失踪了十六年 也没有按照约定准时 和杨过服约 但杨过自始至终 却不敢对郭湘 与月雷迟一步 但在郭湘 十六岁生日那天 杨过依旧担惊励地 为他精心准备了 三份生日大礼 随后 杨过在绝情谷谷底 找到了小龙女 二人在华山之巅 和群雄坐一告别 但身陷勤往的郭湘 依旧无法忘记杨过 他急着轻驴 足足追寻了 杨过二十四年之久 奇怪的是 无论郭湘从南走到北 还是从北走到南 杨过仍是不见踪影 郭湘哪里知道 杨过还有另一个身份 这才选择避而不见 另一边的黄龙 也深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他哪敢将真相和盘拖出 只能将这个秘密滥在肚中